哈囉大家好我是小魚 今天要來補圖鑑 這個雪花硬幣的圖鑑 首先它長這個樣子 然後它的板塊 是這兩個 是可以轉向的 這個是可以改變形狀 再來這是它的欄杆 長得很像灌木蟲 兩個冬季會出現的樹 我不知道是不是山樹 就是那種很像聖誕樹的樹 一個非常好玩的雪球 它就點它 就會放出很多個小雪球 然後過一陣子的時間 它們就會慢慢消失 三個盆栽 然後馬克威造型 三種不同的顏色 它新增的五款花朵 這個垂頭上戲的 好可愛喔 兩款有點像 椰蛋紅 但應該不是 兩種顏色的胡蘿蔔 產出不一樣顏色的兔子 跟之前介紹的蜻蜓啊 蝴蝶啊 都是會到處跑的 還有兩個 雪地的雕像 還是百劍之類的 好可愛喔 這個群鹿 還有一個冷天專用的爐子 生活取暖用的吧 這是它的純錢筒 好可愛喔 是一顆雪人的頭 還有這個 這算是場景吧 就是你按它 可以下雪 整個世界都是下雪的 非常有氛圍感 你再按它就停了 這是彩虹硬幣新產出的 就是那種放在那裡 讓人家知道 你面前那個是什麼的 一個鹿牌還是荔牌 不知道 這個也是彩虹硬幣的 它是 雪花硬幣的雕像 丟進大鍋裡 可以產出十種 雪花硬幣的家具 這個是問號推出的 前面有講到 我現在還是 再講一次好了 就是 雪花硬幣的 所有的家具 都開出來之後 就會開到這本 有一定的機率 就有這本 再來就是 最後一個這個雪人 雪人要怎麼堆雪人 我這邊堆了一座山的雪人 其實就只需要 兩顆一樣的頭 然後把它堆起來 那就會變成雪人了 三個人 然後一堆了 嗯 好像蜈蚣喔 我怎麼好看 把它拿下來 這樣 這樣就行了 好可愛喔 還有一個禮物盒 忘了說 這個禮物盒就是 你把所有的硬幣 每一個都可以 放進大鍋裡 它有一定的機率 會出來這個東西 把這個禮物盒打開 會隨機獲得一個家具 最後還要再說一件事情 如果你剛好有這個複製袋 它是不是沒辦法 投進去呢 現在來說一下 各種樹 它們疊在一起的樣子 比如說 像這個 加上這個疊起來 就會變成一顆 大一點的樹 再來的話 就會更高一點的 但如果你下面就是 它不是有兩個樣子嗎 一個是有雪 一個是沒有雪 因為你都是沒有雪的 上面有雪的 最上面那個是雪的 不然的話就是 中間有雪也行 這個地方就會看出 有一個雪的樣子 再來的話就是秋天的 也是可以這樣疊在一起 可以這樣一顆樹 夏天的椰子樹也可以 然後竹子樹 也是可以的 但它這棵樹好像有 就是有最高的 數量 就只能疊到這樣子 再上去就疊不了了 這個也是可以疊的 我比較想說的是 為什麼疊起來都是下面都光秃秃的 好可愛的 好啦今天解說就到此結束 如果你喜歡我的影片 可以按個喜歡 如果想看更多影片 可以訂閱我 那我們就下次再見囉 拜拜